他就是中国这个台南电视台那边的记者 他有一个微博的那个账号 那在那个微博的账号先开始发这个假新闻 他发了以后后来有很多的微博账号跟进 然后跟进的账号才开始讲跟台湾有关的事情 他直至到以后结果台湾都没人看 因为台湾本来就没什么在看这个东西 所以他没人看之后后来他们就把它写成文章 写成那个内容农场的文章 然后才希望说看台湾有没有记者会操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是没有 所以他们才派了一个人去PTT上面投 然后9月6号以后就因为有学生看到了 然后就在那边加油添醋 然后再来就是政治民罪开始讲 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检察官在调查了 我觉得灾难的发生真的确实有台湾人在那边 那大家要挤 大家在挤更紧张的时候 有这种假新闻出现很容易相信 再加上那时候国内大家互相吵架 就隐藏的很严重了 所以你再制造这一点点推力 整个就炒起来了 当时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说这本来就是中国典型的海外有灾难 他们就会说 我们中国都会去接人很棒 什么之类的 就是对内的 对内在宣传自己的国威 但是我那时候 因为我们都有分资料 那个时候对内完全没有在讲大使馆去接的新闻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全部就是对外 就对台湾的攻击 他们主流的媒体这方面是零 全部都是在内容中上针对台湾 那我会认为他就是针对台湾 那么看来呢 在内容上针对台湾 那边在阻力吗 那边是